上周五播出的奔跑吧第四期的斯明牌大战是在水中进行 女生骑在男生搭单的肩上互撕,十分的心盈眼球 在最后一次第068和林志玲的决战中 有眼见的网友发现原本还是黄发的陆寒 一下一刻竟然变成了黑头发的邓超 而陆寒竟然坐在了边上观战 据悉陆寒在几轮剧烈的水下斯明牌后腰部扭伤 不得已踩到旁边休息,游凳超代替 而节目组却刻意隐瞒了嘉宾受伤患了替身的这个事实 网友粉丝们都非常感谢超哥 同时也对节目组蓄意隐瞒而感到非常不满